北大河戰與北戰 不只涉及兩大權鬥議題 Delta市約 黑肥南京等三市官宣互對 瞄準二十大紅二代 報小林提前下台 央視屏蔽無障 小粉紅急了 賀錦麗亞洲行前 李顯龍批東升西降 押不住的聲音 台灣外長再接受德媒採訪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 自7月30日召開會議後 就集體消失了 應該已經到北大學休假 目前在外界看例 受制於習近平的強勢統治 今年的北大學會議上 中共內鬥激烈的程度仍然存疑 同時 新老權貴還不得不尋求某種程度的聯合 來應對直接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外部壓力 從7月30日到8月3日 中共黨刊《求視》雜誌 連續已發表習近平文章 習近平政治局講話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右俠署名文章 及求視網評的形式 強調黨指揮軍 軍隊永遠聽黨話 其中作為習近平的鐵桿親信 張右俠在文章中重提江派四大軍府 郭白鴻、徐才厚、防風暉、張揚 要求肅清流毒 為習近平北大河護航意味明顯 外界認為 這個當然可以解讀為 習近平對軍隊不放心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 這樣連篇類罪的造勢 也顯示習對槍桿子有相當程度的把握 經過近十年反腐 習近平打造了強勢地位 這個人出一個疑問 就是今年的北大河是否真的有會議 中共新舊元老固然齊在北大河 但習近平在幾大程度上 允許他們議政呢? 目前觀察人士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但普遍認為 如果北大河有會議 這樣習近平能否在二十大連任黨主席 及他的接班人團隊 將是兩大議題 也會是權鬥最為集中的兩大領域 不過除了爭奪權利蛋糕之外 今年中共高層還有更令他們頭痛的問題 這就是來自國際社會的 政治、軍事、經濟全方位壓力 這是對中共政權的直接威脅 美國國防部長、國務卿、 副總統對亞洲進行一連串密集出訪 美英日澳在印太區域舉行四十年來 最大規模軍演 日本徹底改變在台灣問題上的模糊立場 美中議院共和黨報告 直指中共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 而且可能被基因改造 在美方合力下 縱概股可能成為歷史 這既令中共失去海外圈淺能力 也將令北京失去對華爾街 以及華盛頓的影響力 重重壓力直接危及中共的手破船 中共權貴是通過加速內鬥 來嘗試脫困 還是重新抱成一團一致對外呢 這也是外界關注的問題 台灣豐傳媒上個月發表文章 中共落台後 中國往哪里去 作者呂政理認為 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 王朝或國家有不滅亡的 歸納起來 王朝或國家覆滅只有三個根本原因 政治腐敗 內部分裂 以及外患 近年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 越吹激烈 分裂越來越吹明顯 政策錯誤導致中國已經失去經濟的 無視國際秩序的戰狼行為 引發國際強大反共聯盟 對中共政權來說 三個根本原因已經舉足 作者期盼外界 就如何讓中共有秩序感退場展開討論 推特帳號 老南8月4日發布四張新聞報導 及內部聊天截圖 講述了一段在新一輪中共病毒疫情中 合肥 南京 張家界官場 彼此射薄的口水大戰 先是據 安威省會合肥市官方微博帳號 合肥發布 刊發來自合肥疾控的緊急消息指 Delta變種病毒株已經從南京外域到安徽省的模糊 馬安山 但很快合肥發布刪了這段文字 老南曝光一段內部對話 解釋了官方三文的原因 其中一位張老師向疑似廣州官方宣傳口的同事 臉詢問說 今天下午是否南京方面請求合肥方面刪除 Delta毒株的發布信息 合肥發布不會無故發布了又刪的 在對方回答不知情後 張老師很快又跟進說 合肥發布自己是刪了 有消息說是南京那邊要求的 給點面子 南京一直不代外報導Delta 飯茶合肥發布的確已無上述信息 不過凡是走過的必留痕跡 包括每日經濟新聞等其他陸媒 當時曾轉發這消息 留下了證據 不過這場Delta病毒禍原之爭 並未停留在合肥和南京之間 張家界和城大使張家界事宜 7月30日在微博發文說 因為南京市委、市政府和陸口機場的管理不善 導致疫情全國性擴散 將疫情帶到張家界 張家界市委、市政府固存大局 將全市景區景點全面關閉 旅遊業完全停擺 損失難以估計 將炮火直接對準南京市委、市政府 並替張家界官場咸怨 這是一場跨越三個省的文宣大戰 老難生動解讀說 合肥官方勞對斥南京封鎖 和刪除病毒傳播消息 你南京忍不住不宣傳 這個病毒都來到我家門口了 這就我合肥來幫你宣傳 結果還被你施壓刪帖 隔離省兄弟不是這樣做的話 人家廣州22日就幫你宣傳了 你為什麼不去刪廣州的公告? 張家界市官宣將南京射駁 全部對回去 他條刊說 用官宣對才是真正的別開生面 不過遺憾的是 從上面官宣大戰中 外界絲毫感受不到合肥 南京等官方對民生的關注 互對的焦點只是如何推卸責任 8月2日中共原內蒙古區委常委 呼和浩特黨委書記王麗霞 首次以中共內蒙古黨委副書記 政府黨組書記身份 出席區政府黨組擴大會議 而且現場畫面顯示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小林沒有出現 這意味著內蒙古主席布小林提前落臺 而非本土官員王麗霞將主席內蒙古 現年63歲的布小林出身中共紅色家族 烏蘭夫家族 祖父烏蘭夫幫助中共統戰內蒙 父親布克曾經主席內蒙 布小林的下野 意味著烏蘭夫家族在內蒙古的勢力終結 今年1月27日 布小林在內蒙古人大會議上 作報告時突然暈倒 之後近2個月未露面 在3月底復出 之後又頻繁缺席重要場合 外界猜測 布小林或是身體出現健康問題 又或與中共在內蒙古 強推漢語教學 引發民族衝突有關 另外 習近平下令在內蒙古打擊 攝媒貪腐 甚至倒茶20年 涉及中共高層內鬥 外界亦在關注 這個會否牽連家族勢力廣布的布小林 至於目前官方未公布有關布小林的動態 至於這次李新的黃麗霞 據前《香港文匯報》記者姜維平透露 她是中共人大委員長栗戰書推薦的敵系 已主長內蒙大權 姜維平分析說 現在換內蒙古主席 與中共二十大選舉有關 將省內的一二把手變成敵系 習近平才能控制選票 中國單車女團體賽 金牌選手鍾天使和爆山谷 8月2日掛著毛澤東將領長後 不單因為涉嫌違反奧運憲章 被奧委會調查 而且被自家官媒央視屏蔽 這下小粉紅不滿了 央視首播畫面中 清楚可見兩人空前的毛象章 但在事件引起廣泛爭議後 網友發現央視重播視頻 屏蔽了毛澤東象章 新郎微博上原本 爆山谷鍾天使頒掌士 配戴了毛主席象章的熱手話題 也被撤下 有中共官方色彩的觀察者網 就將相關微博刪除 微博上一些民族情緒高漲的中國網民 這下不滿了 紛紛留言質疑 央視在這裡怕什麼 有觀點指 運動選手配戴毛象 是一種對內效忠的表現 顯示中共挑動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已經超越體育精神 吳作來發推文評論說 這並不是很多人所說的 反映中國運動員 埃木澤東 這只是一種邪教迷信 試圖求得庇佑 獲取金牌 因為如果不能得到冠軍 為中共添彩 回國之後就倒楣了 毛澤東 這樣的情況 在國際上會引起公憤 滴滴中國運動員 竟然毫無感覺 顯示中國和國際社會 文明世界相距有多遠 就在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亞洲行之前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在8月3日 《阿斯彭安全論壇》上 批評北京的 《東盛西港論點》 同時也表示 華府和北京的衝突 對東南亞國家來說是個災難 在美國總統換屆 及中共病毒肆虐全球的背景下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初 喊出了《東盛西港》的口號 並宣布《時與世》在我們一邊 在以視訊方式參與《阿斯彭安全論壇》時 李顯龍對北京喊話說 《東盛西港》的想法是錯誤的 他不認為美國在永久衰落 他說你看看所有華裔 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 和醫學獎獲得者 除了一個是中國公民外 他們不是美國公民 就是變成了美國公民 美國能夠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但在批評北京立場的同時 李顯龍還勸華府 應該扭轉局勢 從索美中互信合作 新加坡試圖在中美之間左右奉原 其內有志 特別是新加坡2020年 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影響 經濟增長率出現 2001年以來首次的負增長 導致該國在經貿上 對中國更加依賴 但新加坡尤索夫伊什東南亞研究院 東盟研究中心 2020年1月發布 《東南亞態勢2020》 報告中 在被文革如果被迫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靠邊站 將如何選擇時 61.3%的新加坡受訪者選擇了美國 與文萊、馬來西亞等國更傾向中共相比 新加坡民間傾美態度明顯 美國政府高層最近對東南亞展開密集訪問 一位白宮高級官員告訴路透社 賀錦麗這個月底訪問越南和新加坡期間 將重點關注、捍衛南海的國際規則 加強美國地區領導地位並擴大安全合作 這位美國官員說 減圓這兩個國家的地理位置、經濟規模、貿易關係 以及在南海等問題上的安全夥伴關係 華盛頓將這兩個國家視為重要的合作夥伴 李顯龍表示 他希望美國在亞太不僅幫助確保區域安全和力量平衡 也能夠推進貿易和投資 幫助創造一個包容的、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 阿拉伯時報官網刊登了這次訪談 但在遭到中共施壓後 改發中共駐科威特大使館聲明 對此台灣外交部表示高度遺憾 同時強烈抗議中共政府 不當干預其他國家的新聞自由 並意圖封殺台灣的言論空間 已經展現共產專制政權的粗暴本質 之後第二天 7月29日 吳超舌又更進一步 接受了德國主流媒體編輯網絡的視訊專訪 相關訪談內容在8月3日刊出 雖然中共不斷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但在兩天內 接連有兩家外媒採訪吳超舌 這顯示台灣在國際社會發聲的機會正是增加 吳超舌對德國媒體表示 台灣與德國是理念相近的夥伴 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及人權價值 吳超舌認為 近年來民主價值與威權體制的對立日益升高 中共試圖利用疫情改變全球秩序 全球民主陣營必須團結一致 堅守透明開放及提升國際合作 德國派顯軍濫至印太區域 不僅落實它的印太方針政策 更是對區域或理念相近的國家發出正面信號 這一節的越南新聞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和你的朋友分享 亦是對我們的支持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